大家好,今天为大家带来一堂科学课,课程的名称叫做观察叶。 说到观察叶呀,我们想到了这个世界上有好多好多不同的树叶, 这些树叶的形状、颜色、大小各不相同,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观察一下。 首先,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树叶,它是阳树叶。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种树叶,它的名字叫做栗树叶。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树叶呀,我还看到了一颗桃子,所以这是桃树叶。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片树叶又大又绿,我告诉你们,这种树叶叫做芭蕉叶。 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很多种的叶,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。 首先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,这些树叶是什么样的,都有什么特点? 我们先看这片阳树叶。 阳树叶的形状很像一颗心形,而且阳树叶的颜色非常的绿。 那么阳树叶分为几部分呢? 我们可以先看,首先阳树叶分为叶片部分。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叶片上有很多的脉络,这个叫做叶脉部分。 接下来我们看树叶的下部,有一根长长,犹如一根小棍一样的,连接着整片树叶,这叫做叶饼。 所以树叶是由叶片、叶脉、叶饼组成的。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种树叶。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,这种树叶的名字叫做栗树叶。 栗树叶也是分为叶片部分,以及叶脉部分,以及叶饼部分。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芭蕉叶。 芭蕉叶虽然长得大,但是它的部分也和普通的树叶是一样的,有分叶片、叶脉、叶饼三个部分。 所以呀,我们说叶子都具有相同的结构,叶片、叶脉、叶饼这三部分,大家记住了吗?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观察不同的叶。 观察方法有三种,第一种是用眼睛来看,看一下树叶的颜色。 第二种是用手来摸,摸它的质感。 第三种是用来闻,闻它的气味。 那么观察范围就在这里,我们可以看颜色,笔大小,摸硬度,看形状,摸厚度, 闻气味等方法,来观察各种各样的树叶。 看图片,我们看到了两片树叶。 这两片树叶,一片大,一片小,一片是红色的,一片是黄色的。 而且,这个树叶是分为叶片部分,叶脉部分,以及叶饼部分。 我觉得这片树叶有一些像手掌,所以呢,我想到了像手掌的树叶是蜂树叶。 所以这两片树叶就是蜂树叶。 我们来看这一片叶子,它有点像我们山峰的扇子一样,所以它是银杏叶。 这种叶子尖尖的像一根根针一样,一说到像针的叶子,我们就想到它是雪松叶。 这一片叶子,又长,又细,这种叶子我们说它像少女的眉毛,我们叫它是柳树叶。 银杏叶,雪松叶,柳树叶,大家看懂了吗? 银杏叶,雪松叶,以及柳叶,这三种叶子大家分清了吗? 接下来我们要观察同一棵植物的叶子,我们来看这张图片。 这张图片是一些枫树的叶子,而且呢,这是同一棵树上长的不同的叶子。 这一棵叶子我们来看,有小的叶片,这一片比较大,这一片呢,颜色比较浅,它是有一些绿色。 这一片颜色比较深,它是深红色。 为什么同一棵树上的叶子却不同呢? 通过观察,我们可以发现,小叶子和绿叶子是刚长出来的嫩叶,也叫新叶。 而大叶子和红叶子则是树上的老叶。 叶子呢,也是有生命的,它们从发芽开始啊,会长大,一直到死亡。 所以,同一棵树上的叶子,也是有所不同的。 我们接下来,来画一画叶子。 画画的时候啊,我们也要遵循一定的方法,也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来画。 画画的时候,我们第一步要先画叶片,也就是说叶子的整体轮廓。 第二步,我们要画叶饼,也就是说贯穿整片叶子的这一根像根茎一样的叶饼。 最后,我们要画叶片上的叶脉。 画好了之后,就是这样,第一步叶片,第二步叶饼。 第三步,是叶片上的叶脉,要按照这个顺序来画叶子。 大家记住了吗? 通过今天的学习啊,我要给大家留一个作业。 今天的作业就是,你能用叶子做出一幅画吗? 试试看。 用叶子来做画,其实呢,就是让我们去找寻一些落叶。 我们可以在大树旁边或者草地里,甚至去公园里,捡一些掉到地上的叶子。 有红的,黄的,绿的,各种颜色,各种形状,大小都不相同。 我们多采集一些,做出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。 大家都快试试吧。 好了,今天这堂科学课就上到这里,大家赶快去收集树叶画画吧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